N 不过图上N 虽然还没有消息 但我们有图上N line 挨打 但我们来看看 我们有时候 只是追求说 外观开得帅帅的 我开帅 不一定要开得非常的快 对不对 这是大部分人 在使用车辆的一个情境 没错 其实我们再补充一下 N就刚刚看到IONIQ 5 N当然是它一个性能版的车型 那么N line又是什么呢 基本上大概就是AMG line 这样子的概念 如果说你不理解 我再举一个更浅显易懂的例子 就是内部是M3 这部是320 with M Sport 对不是Laxery line的包装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台车子 当然不是因为它是N line 所以它有了Tiffany蓝 我觉得这个蓝好讨喜 就男生看了之后 是充满了性能味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Tiffany蓝 你会觉得它性能味 等一下我们来告诉大家 非常多的细节 可是如果是女生看到这个蓝色 我相信应该是心花怒放 感到非常的开心 确实确实 好好看的一个颜色 首先其实我们看到车头的部分 为什么我说它充满了性能味 你看到没有 这个涂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水箱护照 这一次全部改成了什么 黑化 几何化形状的黑个的涂装 也就是说你看 这一块一块一块的水箱护照 这个图腾 全部都是什么 几何化立体状 甚至连它的这个logo 都改成的是黑色镀刻的 这一个面料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水箱护照 一路延伸到了两侧之后 你会发觉因为黑个的涂装之后 再加上它隐藏版的日行灯 在里面点亮的时候 这种义异式的水箱护照 看起来更帅 其实真的很杀 你知道吗 是的 这个杀气十足 然后一路往下延伸的 矩形的一个下气 包含它前面大灯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讲雾灯框 对不对 No 这是涂上的大灯框 你看它的大灯框 也是完全用黑色的部分 不过它是亮面 对 是属于刚烤的 这个亮黑的一个状态 来去处理 那前面中央的前气霸 跟这个两侧大灯 这边的连接这一块 又是一个 消光面料的一个状态 所以从车头的部分 缩大的一个气霸之后 堆叠下去到 消光的这个面料 跟这个雾影的一个材质 下气霸的一个下巴 来去做相互的搭配 其实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性能感的这个概念 你会说颜色太多吗 其实你转头过去一看 那个5N 完全就是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车如果你买了之后 推个消光膜 就跟5N是一样的 所以来到车侧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 它的轮胎的这个尺寸 其实来到的是19寸 而双色切削 大部分都是什么 亮面 这台车是用雾面的 没错 很漂亮 非常的具有质感 真的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从车侧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N-Line的车型 它跟一般版的土上其实不太一样 是你看它的轮弧的部分 对耶 跟这些同色有 它轮弧的部分是采用 铜色烤漆的这个亮面的铜色烤漆 是的 而不是这种所谓的防刮材质的版本 我觉得刚好在不同的这个两个车型上面 虽然N-Line没有另外额外输出的一些动力 但是它在整个车体风格跟个人风格 呈现上面是完全不同的路线 你一般的这个土上呢 可能就是所谓的 outdoor的休闲的运动风格 这个呢就是所谓都会区的高质感 甚至再加上一点点这种 sporty的运动感受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设定 我觉得而且它的这个设定 算是非常的成功 那其实包含了在水箱护照的这个前端 跟叶子板的这个身上呢 都有一个N-Line的 badge 就是代表它的一个这个 身份地位的一个表征 那当然车侧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很流行的黑化 包含它的后视镜也是黑化 包含了它车顶上面的这个 行李架 也是黑化的版本 那它的行李架不是这种装饰用的 你看我们这样拉着去摇动它 这个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行李架 实际上它可以安装所谓的横杆 行李箱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车顶架上面 来去做安装 那么呢 刚刚在车顶架跟后照镜中间 这个窗框的部分 怪頤仔细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也是黑化哦 它这个窗框一样是采用亮黑的一个涂层包装 包含了B柱的这个门饰板 但是它这个 窗框一路延续到CD柱这一块 所以是很大面积的一个黑化的一个处理 那当然还是要看一下内部的一个铺层 那其实打开这整个驾驶座的车门 你就会发觉 还是非常高科技面向的一个展现 双10.25寸的一个数位仪表 这样中央的荧幕对不对 那其实在门板上面 也是利用多层次的材质堆叠 中央这一块呢 是所谓的钢烤 跟它的这个扶手 这个电动窗的这一块饰板 都是一样是钢烤的一个材质 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它在仪表台上面 跟门板的这个中间 中原这个部分 采用的是这个织布的一个材料的这个铺层 其实相当的具有年轻化的一个这个感受 另外它在皮革的这个缝线上面 也运用上了红色的缝线 包含了整个座椅 包含了方向盘 包含了排档头 都有这个N的背景 跟这个红色的缝线 那座椅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中央是属于类脊皮的一个面料 更加的能够防滑 所以它的这个 抓住你卡撑的力量会比较大 你在激烈抄架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座椅中间 摇摇摆摆滚来滚去 另外其实除了两种不同的面料之外 加上侧缝线 其实最重要是在侧边的部分 你会发觉它有一层皮革的滚边 皮革红色滚边 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那这个图上这次呢 我们知道它是算上的是L对不对 蚵龜的对不对 所以轴距拉长的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后座空间的一个这个展现 包含它里面的一个深度 包含它这个脚步空间的一个呈现 后座的一个这个深度 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这个表现 那么最后来到车尾的部分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现在时下流行的就是这种 所谓一整条连线式的贯穿式的尾灯 那么它的这两个尾灯你看看没 两侧LED光源采用这个雨翼式的这个 像羽毛一样 对不对 很漂亮 其实具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质感的一个展现 那另外它其实雨刷也是隐藏在里面 讲到雨刷隐藏在这个尾翼的地方 你就会发觉 这个尾翼怪怪的 就很运动化 好像跟之前看到没有 好像后改的感觉 它其实你看它上面 多了很多这个 Diffuser概念的这种导流液 其实跟车顶的黑色的鲨鱼 骑的天线又相呼应 最者从尾翼一路延伸到下缘的部分 保管下方 一样是这个雾银色的这个材质 跟前保下缘其实是一致性的 你会发觉你看 它一样是有四个Diffuser的分崎片的设计 充满了运动化风格 我们不谈它有多少实际上分崎的功能 因为车速不到一定的程度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的设计 但是从视觉上面的张力展现 却是可以带来给这台车 很强烈的个性化的展现 最后 双管的这个排气围管 真的满满的运动氛围 满满的运动风格 是因为在国产车的品牌当中 尤其是像中型的SUV 你想要选择一台 有一些这种运动氛围的车款 除了刚才看到的Tucson L之外 你可能也会看向像是KUGA 那KUGA它有ST Line 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动力上面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性能修旅车的话 到底应该要怎么选呢 爸爸哥 以台湾中期休旅里面 比较走运动化路线的 其实就会有像比如说福特的KUGA 那福特KUGA之前推出的时候 它诉求的是 它比前代KUGA的空间来得更大 但是如果你去看 这种走欧系跑格路线的 其实在寒场上面来讲 不管它的动力输出 是这种所谓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引擎 所以你看它跟KUGA之间的 这种动力输出的数据 其实非常的接近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在TUSSAN L来讲 HONDA TUSSAN L 它的产品的世代比较新 所以它的产品的质感 或车内的这些布局上面来讲 比较接近新世代上面的 这种车内的车式氛围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在用料上面来讲 也比较讲究 那空间上面来讲 过去这一代的KUGA 它强调说 它比前代KUGA空间来得更大 最主要是轴距放大 那一般我们讲说这个集聚里面当然标杆有一个产品是RAV4 RAV4的轴距其实不到2米7 那KUGA是2710 但是如果是TUSSAN L 它是2755 所以它可以创造出来的车室内的空间其实更大 没错 所以TUSSAN进入这个产品世代 称为叫TUSSAN L之后 它其实一直销售都很稳定 而且在前期的时候 其实算是一个长期缺车 一般的国产车要缺大概半年 其实很少见 那这一次其实在产品的这个 所谓中期的阶段的时候 它其实出了这个NLINE 就呼应我们今天所谈的这种N品牌 它把这个NLINE的这些产品的这种视觉 还有一些强化上面的元件 把它放到车子上面来讲 其实就提供消费者另外一个新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对于产品的这种销售的操作来讲 它可以延续原来的这种销售 一直都还很不错的这样子一个路线 除了我们今天在棚内看到的 这两款Unify N 以及TUSSAN L的这个NLINE之外 其实今年下半年 我觉得现代今年真的蛮忙的 下半年还有两台新车 设计这样登场 对 这对于产品来说 下半年的重头戏 一个是大改款的KORNA 另外也是大改款的Santa Fe 那陆续都在今年下半年 大概第三次第四季 开始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现在说KORNA 其实这一代KORNA 它尺码比起过去稍微放大一点点 车长从旧款的这个4米2 然后放大到现在是4350mm的 轴距也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会从所谓的空间更宽敞 更好用的CUV这个角度切入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车头设计 大概是维持现在常看到 所谓的双层式大正一个设计 那我觉得比较好玩 或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应该未来先投入 先引进到国内的 应该会是这个 Electric 纯电的版本 对 因为现在国外还有 纯电跟这个油车的动力 那纯电版本的话 它的续航力的话 最大可以接近500公里 那马力有218匹 那其实它同时也提供 N-Line的选择 所以比较运动化的 这个纯电的CUV可以供选择 那我觉得非常期待 纯电的大改款的KORNA的现身 那另外森塔费的话 这也是我们过去有 介绍过好多次的 那它又不太一样 像我们刚刚讲 其实是双层式的大灯 好像是这几年的 一个设计的显选 但是到森塔费大改款 它开始所谓的很方正 然后跟现在所有的HONDA 这个前脸的造型 完全截然不同 就是我觉得它脸 这个所谓的 平民版的 这个Defender的感觉 韩版Defender 韩版Defender 刚才这感觉更潮流 更年轻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非常期待 那国外一样有纯油 然后有Hybrid 有PF的动力系统 那我估计在台湾的话 因为它的整个车格的设定 还是总结一下